意外無可避免 不知自己何時會成為意外的主角 元宇宙的莎莎 就教我在面對逆境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和鼓勵 這次故事的主人翁Toby 本來是沙灘救生員 17歲的時候 因為跳水意外 而導致四肢癱瘓 需要靠輪椅出入 究竟她是如何繼續追尋自己的潛水夢呢 原來看得見 星期日晚上7點 港台電視31